我继妹看上了我老公 但我老公是个风批恋爱脑 当继妹穿着浴袍 从背后抱住她的时候 我老公直接拧断了她的手 你知不知道 我费了多少心思 才把阿贤追到手 你下次再敢靠近我 就不是断一只手这么简单了 我那妹妹吓得 连滚带爬地跑了 我老公是个风批恋爱脑 她求婚那天 就直接跟我说 生孩子保你 我妈会游泳 房本写你名 孩子也跟你姓 当然不生孩子最好 我舍不得让你受一点苦 沈彦生怕我跑了 求婚成功当天 她就带我去领了结婚证 我们领了结婚证没多久 她把她名下所有财产 都转移到了我名下 美其名曰 要给我充足的安全感 我看着我账户里数不清的灵 安全感简直爆棚了好吗 而我公公婆婆也学会了游泳 对此 我公公婆婆没有一点意见 反而道 阿贤哪 你能看上我儿子 是她的福气 再说了 游泳对我们身体也好啊 你别不好意思 说着 她俩又一人 给我塞了一张卡 沈彦跟我说 这卡里个有一千万 那轻飘飘的卡 瞬间就中了不少 我倒是不意外 我公公婆婆的举动 沈彦这人说的好听是中拳 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调风拳 占有欲强的可怕 我公公婆婆就怕我受不了沈彦 最后跑了 沈彦会发疯 他们不知道 我就重义沈彦这一点 我爸妈在我小的时候 就双双出轨离婚了 这导致了我不太相信爱情 我跟沈彦这种人在一起 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安全感 毕竟 她有钱有盐 还身材好啊 人是封批了点 但好歹也是个恋爱脑 我有一点不舒服 她比谁都上心 既然我和沈彦已经领证了 那见家长是必不可少的步骤 我带沈彦去见家长的时候 我继妹路淋淋就一直盯着她看 我就知道 我这继妹是看上我男朋友了 她这人从小到大 就爱抢我的东西 只是沈彦可不是她想抢就能抢走的 一顿饭的功夫 我妈这一家人就把沈彦的家底给摸得清清楚楚了 今天是我大姨妈造访的日子 身体不太舒服 沈彦去厨房给我泡起了红糖水 趁着这个功夫 我妈就说了 阿贤啊 你这男朋友挺优秀的 就是跟你不太大 要不这样吧 你把沈彦让给你妹妹吧 你妹妹活泼靓丽 她俩站在一起 可比你和她看着般配多了 我笑了 这得是多大的脸 我妈才能说出这样的话 我这妹妹 是我妈跟她后来的丈夫生的 她的长相也随了她爸 肿眼抛 三百眼 她鼻头 她从十八岁开始 就开始整容了 现在好看了不少 但看着硅胶感很明显 我妈见我迟迟不表态 有些恼怒 你这死丫头 你是姐姐 就不能谦让有爱一点 把你老公让给你妹妹吗 她叹气 真是白养你这么大了 你真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 我惊讶于我妈的厚脸皮 她是怎么有脸说出这种话的 当年我爸妈离婚后 我爸每个月都会给她 打一笔我的抚养费 我妈几乎就没把 这笔钱用在我身上过 她从来没给我买过一件新衣服 也没给我买过一件玩具 是周围的邻居看我可怜 把他们孩子穿不上的新衣服 就玩具送给我 我后爸的母亲也看不下去了 偷偷用她攒下的钱救济我 我在七八岁的时候 就开始洗衣服做饭了 后来再大一点 我就开始做暑假工 自己给自己攒钱买文具 交书本费 我是靠我自己 才能过得现在这么好的 而我妈对我妹妹 对我是截然不同的态度 对她要多偏爱 有多偏爱 凡是她看上了我有的东西 我妈都会帮她抢过来 这么一想 我妈会说出这么离谱的话 也并不奇怪了 很快 沈燕就端着红糖水走过来了 我妈和我继妹也不是没有眼色的人 立马就闭了嘴 红糖水有点烫 我喂你喝 沈燕盛了一勺红糖水 轻轻吹了吹 味到了我嘴边 我有些不好意思 还有人在呢 我自己来 沈燕眉眼四溢 我喂我老婆喝红糖水 谁敢有意见 陆琳琳陪着笑 我们怎么会有意见呢 我们看到你对姐姐这么好 替姐姐高兴还来不及呢 真羡慕姐姐 遇到了姐夫这样的好男人 只是肚子疼 姐夫就亲自为她喝药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 她是手断了呢 她这话 就是说我矫情了 可惜 沈燕这个封批恋爱脑 跟一般人的脑回路不一样 沈燕碰地把盛着红糖水的碗 放到了茶几上 你这是在诅咒阿贤 她气息阴冷 陆琳琳感觉 她像是被一条阴冷的蛇钉上了 她吓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夸姐夫你人好呢 沈燕冷哼一声 你最好不是 陆琳琳心有余悸 过了好一会儿 她才缓过来 她看着沈燕对我体贴入微的模样 更羡慕了 姐夫 其实我也来亲戚了 你能不能给我也泡一杯红糖水啊 那声音叫滴滴的 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沈燕冷笑一声 你是手断了还是脚断了 不能自己泡吗 陆琳琳有些委屈 可你不是给我姐姐泡了吗 阿贤是我老婆 你又算什么东西 沈燕机窍道 你觉得你配吗 陆琳琳被沈燕这么不留情面地抨击 再也受不了了 捂着嘴巴进了自己的房间 我一边享受着沈燕的头位 一边看着好戏 这沈燕 可是快硬骨头 可不是陆琳琳想啃就能啃下来的 她也不怕自己牙崩了 过了一会儿 陆琳琳收拾好了心情 又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她见客厅里就我一个人 她目光怨恨地看着我 江玉贤 你也别太得意了 当年我能抢走你的设计作品 现在照样能抢走你的老公 哦 你可以试试看 我语气轻描淡写 心情却并不平静 我大一那年 想去国外读建筑专业 于是画了不少设计图 准备寄给一家国外设计 专业排名很高的学校 结果陆琳琳偷了我的设计图 以她的名义给寄了出去 最后 她顺利读了我心仪的学校 我被留在了国内 而陆琳琳就是个绣花枕头 没了我那些设计图 她什么都不是 她言毙了两年 才勉强毕业 这是我这一生最遗憾的事情 如果不是陆家的奶奶 对我还不错 我这辈子都不想跟陆家人见面 不过她现在被她的小儿子接去住了 并不在这里 你们在聊什么 沈彦的声音冷不丁从背后冒了出来 陆琳琳吓了一跳 见她神色无异 才笑吟吟地道 姐夫 我大学毕业了吗 还没找到工作呢 你不是开了一家设计院吗 我能不能去你家公司实习啊 沈彦深深地看了她一眼 随后淡淡道 当然没问题 姐夫 你太好了 我爱死你了 沈彦皮笑肉不笑地道 这是我应该做的 沈彦是知道我当年被陆琳琳被坑害的事情的 陆琳琳要大难临头了 她还以为沈彦终于上钩了 笑得一脸的甜蜜 有时候无知 也是一种幸福 第二天 陆琳琳打扮得像一只花枝招展的孔雀 过来上班了 我和沈彦进门时 听到陆琳琳正在跟她的同事们聊天 她以一种炫耀的语气说 这家公司好难进的 幸好我跟沈哥哥关系不一般 同事们问 不一般 有多少不一般 就是很亲密了 陆琳琳脸蛋微红 哎呀 你们就别问了 沈哥哥很注重个人隐私 不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被人知道 她看着什么都没说 其实什么都说了 她这是在误导她的新同事们 沈彦是她的男朋友呢 哇哦 同事们彼此之间使了个眼色 对陆琳琳多了些鄙夷 沈彦身为恋爱脑 我到这个公司上班的第一天 她就把我们俩的关系公之于众了 她嘴上说得好听 要给我安全感 实际上 她是怕别的男人觊予我 后来我们领证那天 沈彦高兴坏了 单方面宣布公司放假三天 以后每一年都是如此 因为这个原因 同事们对我别提有多感激了 他们现在看到陆琳琳厚着脸皮 假冒沈彦的老婆 心里或多或少都对她有些不满 面上倒是没有太大的显露 陆琳笑吟吟地道 所以你们有没有人能帮我搞定这一份设计稿 你们帮我 就是在帮自己哦 她说了这么多 目的就是为了让同事们捧她的臭脚 可惜 她的计划早就暴露了 同事们都静静地看着表演 我在旁边看了 都替她感到射死 主管周敏冷吃一生 行了 我们公司不欢迎废物 陆琳 你要是做不了就赶紧滚蛋 事情的发展完全跟陆琳琳想的不一样 她一正 语气变得嚣张起来 周主管 你用这个态度对我 你就不怕沈哥哥知道了 让你职位不保吗 她一有所指导 我跟沈哥哥的关系 可是亲密到超乎你们的想象哦 周敏微微挑眉 亲密 有多亲密 陆琳琳用一种我不装了 摊牌了的语气道 实不相瞒 我将是你们沈总未来的最亲密的人 她这话一出 其他同事都笑了出来 她一脸莫名 你们在笑什么 同事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开口 怕你不知道 提醒你一声 我们知道沈总是有老婆的 阿贤人比你优秀 长得还比你漂亮 老板是眼瞎了 才会看上你 你是小说看多了吧 还假冒老板女友 你真以为我们会相信你的弱智发言 真不知道到底是你蠢 还是你诚心想侮辱我们的智商 我的那些同事们 说话辛辣直接 陆琳琳被气的眼泪都出来了 那双欧是双眼皮大眼睛 眨巴眨巴的 可别提有多可怜 可惜啊 我的那些同事们 都是不解风情的人 他们看到她这样子 嘲讽得更狠了 哟 这就哭了 刚才不是挺狂的吗 哭 哭得响亮点 我就爱看绿茶哭 陆琳琳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这几年 她修炼绿茶之道 修炼得炉火纯青 这还是她第一次惨遭滑铁炉 陆琳崩溃了 你们还是人吗 我都被你们骂哭了 你们不来安慰我就算了 怎么还要攻击我 我的那些同事们说 安慰你 你配吗 对待想要破坏老板恋情的人 我必重拳出击 没错 这是你应得的 这跟陆琳琳设想中的 办公室生活完全不一样 在她设想中 她会假冒沈艳女友 在办公室混得如鱼得水 在进水楼台先得月 把沈艳给勾到手 没想到 她出师不力 最后自取其辱 她流着泪 捂着嘴 朝门口跑来 她到了门口 才发现 我和沈艳就在门口站着 陆琳琳的脸皮 比我想象中还要厚 她问了我一句 江玉贤 你怎么会出现在公司里 因为我就在这里上班了 陆琳琳有些恼怒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我一脸无辜 我哪里知道 你脸皮比城墙还厚 要冒充阿艳的老婆 真是不好意思呢 破坏了你的计划 陆琳琳尴尬道 阿贤 我可没冒充沈哥哥的老婆 我只是说 我跟沈艳哥哥关系很亲嘛 她是我姐夫 我们的关系本来就很亲啊 我没说错呀 她说着说着 自己也信了 沈哥哥 阿贤姐姐 你们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明明是他们误会了我和沈哥哥的关系 还对我疯狂嘲讽 我真的好难受啊 她一边说 一边对着沈艳哭 那模样 叫一个我见有脸 沈艳可不吃她这一套 冷嘲热讽道 行了 大家都是聪明人 你就收起你的花花肠子 陆琳琳委屈巴巴道 沈哥哥 我没有 沈艳不尽人情道 别叫我沈哥哥 我可没有你这种不要脸的妹妹 姐夫两个字 是从你的字典里给剔除了吗 再一次 陆琳琳被气哭了 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仿佛她会被骂都是我害的 沈艳注意到了这一幕 意味深长道 陆琳琳 我是看在阿贤的面子上 才让你来我公司上班 你要是再感动些不该有的小心思 那就赶紧给我滚出去 好的 姐夫 说完这一句 她就低着头 跑去了洗手间 后来 我们在茶水间碰到了 陆琳琳愿对地看着我 江玉贤 你今天是不是很高兴 看到了我的笑话 我笑吟吟道 这都被你猜到了 你好聪明哦 你 陆琳琳深深呼吸一口气 努力使自己平静了下来 你别得意 你以为沈艳有多爱你 她如果真的爱你 就不会让我进她的公司了 她只是顾忌你在场 才不敢对我有所表示 所以呢 你想说明什么 陆琳琳无比自信地道 我迟早会把沈艳抢到手的 就像小时候一样 我看上了你的东西 就一定会得到 我诧异于她的自信 我还是那副笑吟吟的模样 勾引沈艳钱 还得麻烦你 先把工作完成呢 听到这话 陆琳琳的脸色 比刚才被沈艳训斥还难看 陆琳琳原计划 是冒充沈艳的另一半 让她同事们捧着她 她什么都不用干 安安心心勾引沈艳就行了 可没成想 出师为洁身先死 同事们早就识破了她的谎言 更可怕的是 她大学光顾着吃喝玩乐 言毙了两年 可以说什么都不会 一上午的功夫 她因为工作出错 被主管周敏给骂了好几回 好好的小绿茶 就这么变成了苦逼的社畜 话音刚落 主管周敏就出现了 陆琳琳 让你复印的文件复印完了吗 怎么还有空在这闲聊 陆琳琳看到她 就像是老鼠看到猫一样 我这就去复印 等她走后 周敏过来了 阿贤 你放心 我们这些同事们 都会看好陆琳琳的 绝对不会让她有勾引沈总的机会 好的 谢谢你了 不过 没过多久 陆琳琳还是找到了勾引沈彦的机会 午休的时候 陆琳琳趁着公司的同事都在午睡 没心思顾及她 她特地泡了一杯咖啡 偷偷溜进了沈彦的办公室 沈彦站在落地窗前打电话 见她进来了 揉了揉眉心 谁让你进来的 陆琳琳像是听不出沈彦语气中的排斥 姐夫 你这个点都在工作 一定很累吧 快喝杯咖啡提提神 沈彦凝着眉 周敏没告诉过你吗 未经我的允许不能进我的办公室 你给我出去 姐夫 我也是关心 沈彦冷酷地打断了她的话 我说 给我出去 好吧 那姐夫 咖啡我给你放桌上了 你记得喝呀 陆琳琳面上乖巧 但那么听话 就不是她了 陆琳琳走了没几步 就惊呼一声 嘴里喊着姐夫 我脚崴了 一边往沈彦的方向倒去 沈彦看了 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一步 陆琳琳猝不及防 摔了个屁股蹲 她那声半真半假地惊呼 一下子就变成痛呼 我就在沈彦办公室里的休息室睡午觉 听到了外面有陆琳琳的声音 打开门走了出去 恰好就看到了这一出好戏 陆琳抱怨道 姐夫 你怎么不扶住我 你摔疼我了 沈彦淡淡道 我有洁癖 你现在可以离开我的办公室了吗 陆琳琳朝沈彦伸出了手 一副要抱抱的模样 姐夫 我的脚崴了 你抱我起来吧 沈彦扯了扯嘴角 笑得一脸玩味 抱你 陆琳琳还以为有戏 连忙点了点头 没错 姐夫 你抱抱我吗 沈彦走过去 居高临下地看着她 陆琳琳 相比于用手抱你 我想用脚把你踹出去 你是自己滚呢 还是我把你踹出去 我没忍住 笑出了声 沈彦这才发现 我已经睡醒了 她瞥了陆琳琳一眼 眉目幽深 你把阿贤给吵醒了 陆琳琳有些猛 重点是这个吗 重点是她摔了一跤 还在地上躺着呀 但她感觉到 沈彦看向她的视线 无比地冰冷 那感觉 就好像她被一条阴冷的 吐着红杏子的蛇 给盯上了 求生的本能 让她不敢再抱怨什么 陆琳琳连滚带爬地跑了 沈彦抱住了我 下巴懒懒地搁在我肩膀上 阿贤 我这妹妹好烦人 应付她好累呀 她这模样 就像是一只傲娇的不偶猫 我揉了揉她柔软的黑发 沈彦 你直接把她辞了也行 不行 我还要给你报仇 她不在 我安排的好戏 就没办法上演了 不过 沈彦灼热的呼吸 落在我的肩颈 又酥又痒 二侧是她阴雅的声音 阿贤 你晚上得好好补偿我 我的脸有些热 不知道是染上了她灼热的气息 还是被她的话给骚的 我打了一下她的肩膀 你不是累吗 累就好好休息啊 她在我的额间 落下无比温柔的一吻 目光灼灼 看到你就不累了 可是我累啊 我昨天晚上被她折腾的 腰到现在还有些酸 今天早上还迟到了 幸好 我算是这家公司的老板娘 没人会因此责怪我 更不会扣我工资 陆灵灵因为摔伤了腿 暂时消停了一阵 过了一个月 就是我们公司一年一度的团建活动 我们公司的团建活动很人性化 大家选一个地方玩 公司负责酒店和机票钱 还提供固定的旅游开支 到了地方 大家拍一张公司团建大合照 就可以分开活动了 这一次也不例外 我们这次选择去的地方是海岛 跟以往团建的流程一样 我们拍完大合照后 就分开活动了 姐夫 阿贤 我可以跟你们一块玩吗 陆灵灵咬了咬唇 可怜巴巴道 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很害怕 我和沈宴正准备去 当地特色的海鲜市场逛一逛 陆灵灵就凑了过来 硬是要当这个电灯炮 真害怕 陆灵灵点点头 沈宴叫来了助理 小张 你给陆灵灵买张回城的机票 免得她在这里提心吊胆的 陆灵灵急了 姐夫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想跟你一起玩 你好有男子气概的 有你在身边 我很有安全感 她瞥了我一眼 柔柔弱弱道 姐姐 你就让姐夫答应我吧 还是说 你这么小气 为了跟姐夫过二人世界 连我的安危都不顾了 我不急着解释什么 似笑非笑地看了沈宴一眼 陆灵灵想挑拨我和沈宴的关系 也要看沈宴答不答应 果然 沈宴冷声道 陆灵灵 是我想跟阿贤过二人世界 你再敢打扰我和阿贤 我不介意 现在就让你感受一下 这个世界有多危险 陆灵灵发觉 沈宴看她的目光 冷得像冰块一样 连忙摇了摇头 算了 我还是自己一个人玩吧 我就不打扰你们俩了 陆灵灵走后 我和沈宴的世界清静了不少 开始过起了我们俩的二人世界 我们俩先去海鲜市场逛了一圈 亲自挑了些新鲜的海鲜 让大排档把它们加工成了美味的食物 虽然不是我做的 但好歹是我挑的 我吃起来 还有种莫名的成就感 总是 就是吃得很尽兴 第二日 我和沈宴又去跳伞冲浪了 都是很刺激的项目 我不会冲浪 多亏有沈宴耐心地教我 我后面也玩得有模有样 这期间 周敏给我了个电话 说陆灵灵在到处打听 我和沈宴的下落 估计是对沈宴还没死心呢 让我防着她一点 忘了说 我和沈宴没有和同事们 一块住三星级酒店 而是去住了五星级酒店的总统套房 沈宴这个人 从小就养尊处优 吃得用的都是很好的 她跟我在一块之后 更是想把最好的东西都给我 特别是在物质方便 绝对不会亏待我 有时候 我觉得太浪费钱了 沈宴这个恋爱脑 却还嫌她给我的东西不够好 她认为我配得上 这世界最好的最珍贵的东西 恋爱脑 真的没救了 不过我喜欢 完了两天 我有些累了 再加上沈宴这个人经历很好 白天我们一起出去玩 晚上还要拼命折腾我 我的身体是真的遭不住了 第三天 我一觉睡到中午 随便吃了点东西 就继续睡了 到了晚上 我偷偷溜去了酒店旗下的spo馆 准备做个spo去 结果我刚准备寄存包包 沈宴的夺命连环 扣就来了 阿贤 你去哪里了 我去做spo了 我知道以沈宴那一刻都不想跟我分开的性子 肯定会想跟过来 特地强调道 男是进不来的那种 阿贤 你是不是讨厌我了 沈宴语气低沉 仔细听 还有点小委屈 没有 我最爱你了 还不是你折腾我折腾得太累了 我又不是铁人 我也会累的嘛 我对着沈宴说了一大堆情话 反正又不要钱 把她哄得心花怒放后 她的语气温柔了不少 我等你回来 好 我挂了电话 余光看到拐角处 好像出现了鹿林林的身影 再去确认时 那里就只有一个服务员 是错觉吧 我存好包 就进去做斯宝了 没想到 我难得和沈宴分开一次 她那边就出状况了 我刚做完斯宝出来 就看到沈宴在外面等着 我失笑 这个人就这么喜欢我吗 连一刻都不想跟我分开 直到她跟我说了一句 阿贤 我差点就不干净了 我才变了脸色 发生了什么事 很快 沈宴就跟我说了 我走之后 发生了什么事 沈宴这个人 除了我之外 最喜欢的一件事 就是赚钱 当然 她最后赚的钱 还是给我花的 四舍五入 她还是喜欢我 没错了 她见我不在酒店 她就干脆进了 套房里的办公室 去处理公务去了 顺便等我回来 又过了会儿 她眼睛有些累了 她站在落地窗前 沉静地眺望着这城市的万家灯火 突然 有人从身边抱住了她 她第一反应 是我回来了 毕竟 这个房间除了我之外 就没人会进来 而后 她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 我可不是会那么主动的人 沈宴垂眸一看 那只放在她腰间的手 压根就没带结婚戒指 当她意识到此时此刻 搂着她的腰的是其他女人 她恶心地要命 而后 铺天盖地的愤怒包围了她 她知道 我最恨的就是背叛 我的父母在我的小时候 就是因为各自出轨而离婚的 幼年时 他们经常吵架 还经常把气撒到我头上 说什么 要不是为了我 他们早就离婚了 说得他们有多爱我一样 后来母亲把我的抚养权 抢到了手 说承诺会对我好 可都是谎言 我的母亲背叛了我 在我很小的时候 我就很排斥婚姻 我认为 婚姻是反人性的产物 恋爱 厌倦 不忠 无止境的争吵 分开才是婚姻的最终归宿 直到我遇到了 沈宴这个封批恋爱脑 我才有了谈恋爱的想法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 他就像是那扑火的飞蛾 赤诚热烈 义无反顾地靠近我 付出所有 我当然是爱他的 但是 如果他敢对我不忠 我将会毫不留恋地离开 沈宴知道 如果我看到了这一幕 肯定会对他心存芥蒂 他最不能忍受的 就是我离开他 他恨极了这个试图勾引他 破坏我和他感情的女人 因此 他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就折断了那女人的手 下一秒 凄厉痛苦的尖叫声 从他身后响了起来 沈宴转身 就看到了陆琳琳 他穿着一身浴袍 里面什么都没穿 摆明了他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 陆琳琳痛得神情扭曲 冷汗直流 看着那只被沈宴折断的手 那只手软啪啪的 稍微碰一下就钻心地痛 果然是你 沈宴危险地眯起了眼睛 你是怎么进来的 此时此刻 陆琳琳对沈宴的爱意 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她脸色傻白 声音都在抖 我 我拿了阿贤的房卡 阿贤呢 你把她怎么样了 听到她这话 陆琳琳更加崩溃了 她都被她折断手了 她却还在关心我的安危 可看到沈宴那双冷沉似冰的眼睛 她不敢不回答 我没有把她怎么样 我就是从她寄存包的柜子里 拿到了房卡 她输入密码的时候 我看到了 陆琳琳看到沈宴一步步朝她靠近 浑身抖得厉害 声音带着浓重的哭腔 你不要过来 沈宴冷声道 那就给我滚 陆琳琳如获大赦 连滚带爬地跑了 沈宴闻到她自己身上 还有一股陆琳琳身上的香水味 直接去浴室重新洗了个澡 又把刚才陆琳琳碰过的衣服扔了 她心里才舒服了点 想到辣眼睛的那一幕 沈宴迫切地想看到我洗洗眼 所以 她才迫不及待地找到了我 沈宴拥住了我 深深的我脖梗间吸了一口 还是我老婆香 我蹭了蹭她柔软的脸颊 你也很香 沈宴眉眼间流露出一丝厌恶 为了洗清陆琳琳沾到我身上的那股刺鼻的香水味 我用了许多沐浴露 嗯 沈宴继续道 陆琳琳被我折断了一只手 你母亲肯定会来找你的茶 如果她打了电话过来 你不用接 我会处理好的 有一说一 有沈宴在身边 真的很有安全感 她就像是一棵大树 替我挡了外面所有风风雨雨 让我能够安心做设计 最近 我设计的私人博物馆 就被一家公司看中了 现在正在谈合同中 不出意外的话 我的作品将会从图纸变成现实 这种感觉我还没体验过 但光是想想就很美好 我又想起了 我被陆琳琳偷走的留学机会 如果那一次我顺利去留学了 吸收了大量不一样的知识 我的理想或许会更早地实现 我或多或少 总是有遗憾的 但人生总是有得有失的 如果去留学的话 我就不会重新遇到沈宴 跟她恋爱 结婚了 没错 我早就认识沈宴了 我刚认识沈宴的时候 是在高二那一年 那时沈宴刚转学过来 骑机车摔断了腿 而我被我妈逼着退学嫁人 就为了拿到那个 比我大二十多岁的老男人 那十多万的彩礼钱 我不答应 她就让那个老男人 半夜进了我的房间 我直接把刀横在了 我自己的脖子上 她怕出事 这事儿才暂时作罢 那个时候 沈宴还是个叛逆自我的少年 她厌恶着自己的父母 认为她的父母眼里只有钱 没有她 哪怕她摔断了腿 他们依旧忙着在国外做生意 没有过来看过她一眼 只让保姆照顾好她 我看到沈宴在学校 也需要人照顾 自告奋勇地去照顾她 她问我想要什么 我说 我想借助她家里 她答应了 那个家 我暂时是不敢住了 沈宴看着是个脾气不好 有些阴郁乖丽的少年 实际上 她很好说话 从来不为难人 后来 沈宴的腿伤好了 也没有让我离开 这正合我的心意 我就在她家借助到了高三毕业 我们都是缺爱的少男少女 互相取暖 共同度过了难挨的岁月 后来 高中毕业后 她去了国外留学 我去外省上了大学 她倒是经常联系我 但我忙着打工赚钱 没空跟她聊天 就渐渐失去了联系 她不是没有给我打过钱 但她已经帮过我许多 我又怎么好意思收她的钱呢 直到我大学毕业 才重新遇到了刚回国的她 在她热烈的追求下 我和她顺理成章的恋爱 结婚了 跟沈宴想的一样 第二天 我妈就打来了电话 气势汹汹地想找我算账 沈宴直接拿过了电话 去了书房 不知道跟我妈说了什么 我妈在跟我说话的时候 她就变得客客气气了 她让我在外面好好玩 不用担心路淋淋的伤 她养几个月就好了 我好奇沈宴跟我妈说了什么 这两年 我妈还从来没有 对我这么客气过 沈宴也没瞒着我 她告诉了我妈 她在书房装了监控 她不介意让别人看看 她女儿是个什么模样 她又说 陆琳琳在毕业后 就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她有的是法子 让她永远都找不到工作 我妈爱女心切 自然会对我客客气气的 你真的在书房安了监控啊 没有 那是酒店 我在酒店安装监控 那不是变态吗 沈宴道 但我赌你的母亲 不敢不信 确实如此 我妈疼陆琳琳疼得不得了 舍不得让她受一点 来自外界的伤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陆琳琳也是被我妈给宠坏的 陆琳琳在家养了两个月伤后 又厚着脸皮来公司上班了 倒不是她对沈宴还有想法 自从她在沈宴那里 狠狠地栽了一个跟头后 她恨不得离沈宴三米远 实在是她找不到工作了 这个城市的设计院就这么几个 她都去工作过了 一开始 他们都冲着她的高学历 对她有所期待 后来看到她交得惨不忍睹的设计稿 纷纷辞退了她 陆琳琳平时消费很高 喜欢买奢侈品 家里之前为了让她去留学 已经掏空了家底 毕竟 以她的水平 几乎拿不到全额奖学金 不可能给家里人减轻负担 我后爸和我妈平时想资助她 也有心无力 她之前会勾引沈宴 一是她足够优秀 二就是她足够有钱 现在沈宴的这家公司 能给员工提供高工资和高福利 是她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了 所以 她才会厚着脸皮留下来 就这样 她又消停了三个月 但不搞事 就不是她了 最近 沈宴的公司 接了一个项目 公司出了几个方案 结果陆琳琳的方案 被选中了 我看过她的设计稿 以她的能力 做不出这么好的东西来 也不知道她这方案 是拜托谁做的 但这部方案 她整个人变得张狂起来 会议上 她明里暗里 呛了我好几回 说我的能力不如她 我的位置该由她来做 我冷声道 设计稿是好设计稿 只是这稿子是不是你做的 你自己心里清楚 陆琳琳眼底闪过一丝慌乱 又很快镇定下来 你就是嫉妒我 江玉贤 承认别人比你优秀 就这么难吗 沈宴淡淡道 你确实不如阿贤 陆琳琳 人过度膨胀 是会爆炸的 陆琳琳还想反驳什么 可看到她淡漠的双眼 就什么都不敢说了 事后 我特地跟沈宴 说了我的顾虑 陆琳琳那设计稿 确实不错 但她的能力 你和我都清楚 如果她这设计稿 是拜托别人做的还好一点 如果是偷的 最后被发现了 我们公司将会损失惨重 毕竟 她之前是有前科的 我知道她是偷的 我还知道她偷的谁的 我诧异 你知道 沈宴跟我说 她早就调查清楚了 当年 陆琳琳偷了我的设计稿 去国外留学后 交上去的闭设太差劲 差点就毕不了业了 但她爸的一个远方亲戚 是研究生导师 恰好也是交这门课的 于是 他爸花了大价钱 从亲戚的手里 买下了他手底下 一个学生的作品 作为了陆琳琳的闭设 他才顺利毕业 我诧异 那个学生也愿意 设计师看自己的作品 就像是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几乎没有人是愿意 把自己的孩子拱手送人的 那个学生不愿意 也得愿意 沈彦跟我说 那个教授对手底下的研究生 很苛刻 随时都能卡着学生 让他们毕不了业 而且 她跟好几个设计院的关系 都很好 她交出来的学生 基本都是去那边工作的 她只要打个招呼 他们可能就找不到工作了 那些学生虽然恨那个教授 但也怕她 他们就想早点毕业 从那个教授的手底下 解脱出来 我瞬间了然 陆琳琳这次提交的设计稿 其实也是她爸 从那教授那里买的 没错 那个大冤种学生 恰好就是 我爸妈朋友的儿子 我眼睛一亮 你是想让那个 无良教授和陆琳琳 都受到惩罚 嗯 陆琳琳她能偷一次设计稿 就会偷第二次 沈彦看向办公室外 笑得一脸得意的陆琳琳 她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原来你之前 说给我报仇 制定的计划是这样 我笑咪咪道 沈彦 你这样 也算是为您除害了 真好啊 沈彦之前就跟我说 既然陆琳琳 自己不知死活地凑上来 那她就好好 跟她玩一玩 把她之前 偷我设计稿的仇给报了 我一直没问 她的具体计划是什么 因为我知道 她说到就一定会做到 现在得知了她的计划之后 我更加感受到了 沈彦的靠谱 我和沈彦通过气之后 面对日渐嚣张的陆琳琳 变得很平静了 有一句话说得好 欲使其灭亡 必先使其疯狂 陆琳琳在作死的路上 一路狂奔 我只要看着就行了 在沈彦的推动下 我们公司很快就和看中了 陆琳琳设计稿的公司 签订好了合同 那一晚 陆琳琳别提有多得意了 主动请同事们吃饭 她喝大了后 又各种冷嘲热讽 那些同事们 总结出来 一句话就是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我那些同事们都 受不了她这副嘴脸 吃到一半就 相继离开了 陆琳琳自讨没去 草草结了账也走了 第二天 陆琳琳风光满面地过来上班了 那神色 用一句诗来形容 那就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陆琳琳得意地跟同事们打了招呼 同事们神色各意地看着她 最后周敏没有忍住 率先开口 陆琳琳 你惹上事了 陆琳琳皱起眉头 周主管 我知道你很嫉妒我 毕竟你一大把年纪了 资历也比我高 设计出来的作品 就是没有我的好 你要做的是 努力提升自己 而不是诅咒如此优秀的我 旁边的同事绷不住了 笑出了声 优秀 超出来的优秀 也算优秀吗 陆琳琳脸色一变 你什么意思 周敏给她甩了个链接 你自己看吧 陆琳琳点开链接 草草看了几页 脸色变得越来越惨白 到了最后 她手抖得连手机都没拿住 沈彦认识的那个男生发了个帖子 控诉那个无良教授处处压榨研究所学生的行为 比如把他们当余人 让他们给他家里做大扫除 接送孩子上学 辅导孩子功课 更重要的是 这教授还把学生的作品高价卖给别人 他的作品就被教授拿走卖给了别人 还被那个教授警告 不能说出去 不然 他就让他毕不了业 也找不到工作 彻底毁了他的前程 巧的是 他叔叔的公司最近准备造一个小型收藏馆 对方公司提供的设计稿就是他的 而他更是直接点名道姓 那个买他设计稿的人就是陆林林 也难怪陆林林会这么崩溃 没有公司会要一个有抄袭前科的员工 这件事曝光在网上 他的事业算是彻底毁了 不仅如此 我们公司已经和对方公司签了合同 由于我们这边的原因 合同彻底作废 我们公司还要赔偿对方公司一大笔违约金 这违约金自然是由陆林林来支付 没有意外的话 陆林林下半辈子将会在还债中度过 我对他没有什么同情 他差点偷走了我的理想 也偷了许多学生的作品 如果这件事不曝光 他和那教授肯定还会害更多的学生 而偷别人的东西是要付出代价的 跟我想的一样 这件事曝光之后 沈彦就辞退了他 并让他赔付了一大笔钱 陆林林一开始是想赖账的 他先是向我求情 让我劝劝沈彦 别追究他的责任了 我自然没有答应 很快 他就让我妈找上我了 我妈找到我之后 还当我是以前那个可以随意辱骂的小孩 他对着我就是一顿破口大骂 江玉贤 你还有一点当姐姐的样子吗 你妹妹都这么求你了 你怎么就不肯帮呢 那点赔偿 对你来说又不算什么大钱 你这个白眼狼 我真是白养你这么大了 你要是敢不帮你妹 我就跟你断绝母女关系 沈彦听了 神情冷沉 要为我出头 我拦住了他 这一次 我自己来 我淡淡道 那就断绝母女关系吧 我求之不得 我妈一正 没想到她明明是威胁我的话 我却如此干脆地答应了 你这死丫头 你怎么这么没良心 为了这么一点钱 连你妈都不认了 这句话该我问你才对 你配做我妈吗 从小到大 你有好好管过我吗 当年 你批了命跟我爸抢我的抚养权 对他许诺 会好好对我 可你又是怎么做的 你有好好照顾我吗 你没有 我还只有五六岁的时候 你就让我垫着小板凳开始洗碗 我成了家里的小保姆 我睡的是家里 由杂物间改造出来的小房间 你平时连件衣服都不舍得给我买 学费基本也是我自己赚出来的 如果不是义务教务 你小学就让我辍学了吧 高三的时候 你还想把我卖给一个四十多岁的秃顶男人 我妈急急打断了我的话 你这孩子 怎么这么记仇啊 妈是第一次当母亲 难免有糊涂的时候 糊涂 你可一点都不糊涂 我淡淡道 你当年不就是冲着我爸能给你高额的抚养费 才努力争取我的抚养权吗 你都知道了 若要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我妈面色善善 说话少了很多的底气 妈承认 那些事是妈做得不对 但你不能因此就恨上你妹妹 毁了你妹妹呀 我不该恨吗 我高中的时候 她偷了我攒了很久的 用来读大学的钱 去买了苹果手机 你还记得吗 她或许不会记得了 但我永远都不会忘 我让陆琳琳赔我钱 我妈狠狠地打骂了我一顿 说我吃她的用她的 给妹妹买个手机怎么了 她还偷了我的设计图 差点就毁了我的梦想 我妈撇撇嘴 你现在过得不是挺好的吗 我过得好 可跟你们没关系 反而我的不幸 都是来自于你们 我语气平静 实话告诉你吧 我看到陆琳琳倒霉很高兴 我是不可能帮她的 你 你也别指责我了 陆琳琳会变成这个德行 还不是你宠出来的 你与其责怪我 不如好好反思你自己 我妈还要说什么 我已经让家里的保姆 把她赶了出去 我妈恼羞成怒 开始诅咒我 我站在门口笑银银地道 你放心 我会越过越好的 你还是担心 担心你家林琳吧 那么高额的债务 你家卖了房子 也赔不起吧 我妈的脸色 一下子就白了 我回到屋里 沈彦什么都没说 只给了我一个拥抱 我笑了笑 阿彦 跟她断绝了母女关心 我一点都不伤心 反而 我很痛快 我早就想这么做了 沈彦语气闷闷的 但我还是想好好地抱抱你 不知道为什么 我听到她这话 鼻子酸酸的 我捧着她的脸 重重地亲了她一口 阿彦 我可真喜欢你啊 我嫌少有特别主动的时候 沈彦耳垂微红 我也喜欢你 她这纯情模样 把我给逗笑了 我靠在她的肩膀上 阿彦 有你可真好 后来 我妈又带着陆琳琳 来过我几次 那三个月 我有一次去国外进修的机会 沈彦陪我一块儿去了 因此 她连我们俩的面都没见到 回来的时候 我听同事们提起了陆琳琳的近况 她家已经把房子给卖了 用来给陆琳琳还债 但陆琳琳欠的钱太多了 他们只给她还了一半的债 我妈和继父 现在一天两份工地打着 给陆琳琳还债 而陆琳琳呢 受不了这种苦日子 跟着一个网上认识的男人跑了 不知所终 我妈一下子就老了十岁 一直在报警找她 迟迟没有她的消息 至于那个吴梁教授 也被高校给辞退了 还赔了她曾经坑害过的学生许多钱 她声名狼藉 就像是只过街老鼠一样 人人喊打 周敏问 对了 你这次在国外进修得怎么样 我红了红脸 收获可太大了 我收获了知识 肚子里还多了个孩子 沈艳道 我和阿贤准备两个月之后办婚礼 你们记得来喝喜酒 很快 我就被祝福生包围了 婚礼这件事 沈艳早就开始准备了 她打定主意 要给我一个盛大难忘的婚礼 但小家伙的到来 打破了她的计划 人生就是这样 处处有意外 也处处有惊喜 我看向沈艳 有她在身边 我们终会走向美好的未来 全文晚 圈里有个专抢别人男朋友的绿茶笑话 她前不久刚撬走我恋爱十年的初恋 现在又看上了我刚交往的霸总小男友 弟弟你长得好帅 想和你交往 我正想冲过去扇他一大嘴巴子 就听见少年凉凉地对他 哪里来的廉价脏东西 滚开 哦 我差点忘记了 弟弟不仅是个剑表达人 还是暗恋我多年的恋爱脑 收到高中同学十周年聚会邀请的时候 我刚和超有钱的小奶狗弟弟周也交往三个月 高中微信群 突然有个昵称叫做张勇最爱的老婆的人 单独爱特我 阴阳怪气的 宜然姐 你会来吗 这么久不见 我和勇哥都还蛮记挂你的 自刚落 前男友张勇就紧跟其后不要脸发言 是啊 宜然 我们都挺想你的 尤其是倩倩 咱们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了吧 渣男和绿茶的这一唱一贺的对话 着实把我给看佑了 他们怎么敢的呀 我和张勇是高中同学 也是彼此的初恋 从二十岁开始谈恋爱 从大学步入职场 再到自主创业 我们谈了整整十年 就在我以为 我们就要顺理成章步入婚姻殿堂时 我俩分手了 他提的 哦 那天晚上 他是这么对我说的 崔亦然 我对你现在已经完全没激情 不爱你了 不要怪我说话难听 我现在看着你就跟看着老妈子一样 此时此刻 我俩分手对谁都好 去你妈的老妈子 老子女人十年最青春宝贵的年华 都拿去喂狗了 喂狗也不会得到一句看着你就跟看老妈子一样的恶毒评论 渣男 这就算了 后来我才无意间知道 原来张勇那渣男早就和低我们三级的孟倩搞到一起去了 孟倩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笑话 比起笑话头衔 绿茶表的标签更是让他远近闻名 臭名昭著 听说他专门喜欢找有女朋友的男人 不为别的 就为了凸显自己很有魅力 因为他成功把别人的男朋友吸引了 在女生圈子里 孟倩真是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可惜 有些犯贱的男人就是喜欢吃他这一套呀 他能盯上张勇 我并不意外 毕竟张勇一百八十的个头 长得也不错 九百八十五名校毕业 我俩一起创业后 也有了点小钱 我只是万万没想到 和我一起度过青春的男人 是这么的不堪 也会被这样的女人迷惑 那段时间 那女的天天给他发暧昧短信 他也回家越来越晚 对我的态度也越来越冷 知道他出轨事时候 我气不过 找了几个大块头兄弟 直接杀上门去 暴打了那对狗男女 最后还闹进了派出所 不欢而散 现在又在高中大群里 阴阳怪气地说 记挂我 记挂你吗 我哼哼一声 奋笔急疏 怎么 我是你吗 你想我 前段时间被我扇肿的脸又好了 现在等着我上门扇 死话刚落 刚刚还热闹的群 瞬间没一个人说话了 估计都在默默吃瓜 群里一个女生 打破沉默 突然发了一个点赞的表情包 在群里发言 不是我说 咱们这是高中群 这位谁谁最爱的老婆 可以退群吗 我们高中同学 可没你这好人物 然后那姐妹私信我 妈的 小三都敢那么嚣张 怡然我挺你 吃瓜的同学 也开始陆陆续续点赞了 绿茶被对得哑口无言 静默了半嗓 又开始在大群里发语音 撒娇 勇哥 你看他们 旁边张勇的声音传来 乖 没事 哥哥疼你 劳资隔夜的饭都要吐了 半个小时后 看大家没理他 绿茶又跳出来找存在感了 班长 这次聚会不用 勇哥说了 出钱请大家 好家伙 直接给我整笑了 他怕是不知道 我们这个班是个重点高中群 毕业十年了 现在群里面 谁还不是个总呀 在这种场合 凸显你有钱 没情商的家伙 我冷笑一声 坐等群里的好戏开罗 怎么了 姐姐 谁惹你生气了 湿漉漉的触感传来 周夜从后面抱着我 在我脸上 落下轻轻一吻 周夜是我发小富婆 闺蜜的亲弟弟 他对我经历的事情 了如指掌 少年刚洗完澡 从浴室出来 腰间只松松垮垮地 系着一条白色浴巾 腹肌明显 余光贴到我的微信界面 看到了聊天记录 开口便是 这就是你前男友 看上的那个傻逼吗 用傻逼形容梦欠 也不是不可以 我朝他笑了笑 点头 周夜拿过我的手机 嘴角闪过邪魅一笑 我就知道 他要搞事情了 他呀 性格一向 牙字必报 尤其是在对待 我的事情上面 暗恋我多年这件事 也是在我被渣男 分手后才 对我表明心意 他姐姐说 怪不得我弟 校草级别的颜值 还母胎 solo25年 原来是在等你呢 以前你谈恋爱 他就躲国外 现在你被渣男伤害 就马不停蹄 回国来 为你撑场子 身价百亿不说 还这么爱你 我弟如此恋爱脑 你且行且珍惜 满眼 只有我的恋爱脑 怎么能容忍 我这么被欺负呢 果不其然 他拿着我的手机 漫不经心地回复了一句 张总这么有钱 那不如就定养云安曼酒店吧 不然怎么配得上张总的头衔 养云安曼酒店那可是最贵的酒店 一顿饭吃下来 怎么也得花小十万 张勇是有点钱 但还不至于那么有钱 这招够毒呀 直接让张勇出大血 姐姐 你也带我去参加吧 周也圈着我的腰 懒懒地撒娇 我想起上次去打渣男贱女的兄弟 还是周也喊的人呢 他当时因为疫情防控隔离 没能及时赶得回来 这回亲自上场 我莫名有点期待了 谁都知道周家的小少爷不好惹 我笑了笑 好呀 不过我可告诉你 你这俊俏模样 孟倩一定会看上你 我手指轻轻划过她的白色玉袍 指尖往上 开玩笑道 你抵得住吗 她轻笑 你以为我是张勇那傻逼吗 她当然不是 不光不是 还是根正苗红的剑表达人 我已经迫不及待 想看孟倩那女人吃饼了 在想什么 她宠溺地捏了捏我的脸 声音有些哑 没 我摇头 周也放下手机 不作声地将白色玉袍退下 把我押进沙发里 高中聚会那天 我带周也一起去了 到了养云阿曼酒店 我让她先去停车 她开的是限量版的劳斯莱斯幻影 我怕太显眼 惹得大家议论 刚到酒店门口 就遇到了最不想看到的那对狗男女 孤落着是刻意在这里等着我呢 孟倩打扮得很是招摇 低胸红裙子 脸上画着大浓妆 挽着张勇的手 看着我就开始假笑 宜然姐 你来了 然后晃了晃左手边跨着的 不知道哪年旧款的爱马仕包包 你看永哥 我说不要买包包 他非要给我买 还买的限量版的 我都在笑他说 宜然姐和你谈这么久恋爱 他都没这待遇呢 我嘲讽笑 那可不 你永哥一向喜欢抢二手包 瞧 毕竟你这倒了几手的货色 他都收了 我双手插兜 眼神往里瞅了瞅 今天来的人也多 看那个张勇 王军 赵佳琪 你没去和他们打招呼 那可都是你亲爱的前任们呀 你 孟倩气得直冒烟 又夹着嗓子朝着旁边的张勇撒娇 勇哥 你看他 好了 宜然 你比倩倩岁数大 多包容他点 我现在看着张勇 我怎么越看他越像驼臭狗屎呀 我都不知道我当年的眼瞎到何种程度 怎么把他给瞧上了 瞧瞧他那越发往上移的发际线 我真是没忍住 不是 你谁呀 我和你什么关系 还用得着你在这里指教我 滚开 我要进去了 我难得理他们 直接往里面走 刚跨出一步 就被张勇拦住 他装作一副关心我的模样 宜然 你交往对象没 三十一岁了 前台词 我是听出来了 说我岁数大了 三十一岁怎么了 你不也三十一 他立马皱着眉头 谱信男发言 男人和女人 怎么能一样呢 男人三十一 那可是最好的年龄 女人三十一 那可就跟朵鲜花似的 就要凋零了 放你妈的狗屁 我正想口吐芬芳 旁边的梦绿茶 就开始帮腔了 是啊 宜然姐 女人年龄大了 可不好找 再优秀又怎么样 姐姐就像你 你看你的脸都垮了 都没以前好看了 永哥说的这些 都是为你好 姐姐 你这三十一岁的年龄 估计只能找那种二婚男 或者没人要的矮冬挂了 他晃了晃他头顶上的 那颗愚蠢脑袋 哦 对了 你们搬的假成 他还单身 他追了我好多年了 我怎么看得上他呀 要不我帮你们撮合撮合 你俩看起来还挺合适的 姐姐 岁数上来了 要求真的别太高了 再不抓紧点 假成这种都找不到了 假成是我们班 现在混得最差的同学 一百六十一的个子 大专学历 读高中时候 就贼猥琐 秃头 啤酒肚 走进了 都能闻到一股臭味 你还真是 哪个不怕死的 要给我女朋友介绍对象 周夜穿着一身黑色冲锋衣 射击而上 他眸光脸着冷锐 冷峻挺拔的气质 毫不遮掩 你谁 张勇个子比他矮了一截 气势瞬间被碾压了 少年过来搂着我的腰 唇盼扯出几分笑 特自豪地介绍 怡然的男朋友 男朋友 张勇震惊 绿茶更震惊 那俩眼睛都看直了 也是 哪个女人不喜欢帅哥呀 尤其是像周夜这样的 外表看起来 匹帅匹帅的 勾人得很 张勇不以为意 听这声音 还有些发怒了 崔亦然 你就是找不到 像我这么优秀的男人 你就找个字一点的 现在是怎么 还养起鸭子来了 一个月给这男人多少钱 这种小青年 我看多了 都是靠女人上位 他图你啥 图你年纪大 图你已经过三十了 他就是惦记着你的钱 你真是蠢到家了 周夜舌尖抵着下额 眉头一皱 猝不及防 一拳重重 打到张勇的脸上 哦 我差点忘记了 周小少爷的座右名士 能动手的 就绝不避避 他一把抓住张勇的衣领 张勇现在发福严重 又不锻炼 哪里是周夜的对手 连连往后退 差点亮枪摔倒 周夜语气很冷 放话 你TM嘴巴 给老子放干净点 嘴臭就去厕所洗洗 你以为谁都像你这么龌龊 价值观都歪到外婆家了 你再敢诋毁老子的女人试试 你也不看看 你头上还有几根毛了 还在那里唧唧歪歪 再在那里出言不逊 小心我K爆你的头 张勇整个一暴跳如雷 在公开场合 被骂的耳根子都红了 试图甩开周夜的手 没成功 只能仰起头 嘴上叫嚣着 哪个乡下来的穷小子 你知道我是谁吗 赶来教训我 小心我 让你吃不完兜着走 话还没说完 张勇这耸包 就吃痛地尖叫了起来 他那只猪胖手都要被周夜给贴断了 他伸手就要去打 周总 您怎么来了 这时 刚才还趾高气昂 指挥我们干这干那的班长 从酒店里面跑出来 热情招呼 态度那叫一个卑躬屈膝 周总 谁是周总 张勇腾的眉头都锁死了 班长狗腿地介绍 他呀 周也 现任给集团总裁 周董事长的独生子 你这都不知道 怎么混商圈的 我忘记介绍了 周也他家是开医药公司的 股市值千亿 他本人美国斯坦福大学毕业 是圈子里出名的高富帅 张勇那公司吗 还是和我合开的 一年营业额有千万就不错了 差了不是一个档次 原来你是A集团的继承人呀 梦倩脸色几度变化 刚才的绿茶嚣张气焰全无 现在又焦滴滴的 跟那电视剧里的绿茶似的 看着周也 眼睛都在放光 望着他的眼神 就像再望着下一个猎物 喜欢二字明目张胆地 刻在他额头上 周也里都没理他 过来牵着我的手 食指相扣 朝着我温声细语道 宝宝 我们进去吧 留下张勇在原地气到爆炸 我走了两步 转过身 嘲笑地朝梦倩说 对了 你今年二十八了吧 小心了 以你男朋友的价值观 过了三十 可就成老妈子了 你保重 梦倩恨恨地瞪着我 眼神落在周也身上 却带着志在必得的决心 狐媚气息十足 不过绿茶妹妹 这次你可能要踢到硬板子了 梦绿茶看上周也了 知道她是名副其实的富二代后 那视线更是要粘在周也身上 周也一来 全场所有的焦点都是她 大家都是生意人 在这种场合遇到商界大佬 还不赶紧趁机八戒 添加微信 大公司给你一匙汤羹 都够潇洒一辈子的了 摇着尾巴舔着周也最起劲的 是和张勇狐朋狗友 惯了的黄东东 一口一个周总叫着 周也一个眼神 都没分给他 全程牵着我的手 温柔地问我 宝宝 你想坐哪里 我随便指了个位置 周也坐在我左手边 孟倩不知道从哪个地方钻了出来 指着周也右边的空位 故意弯着腰 原本的低腰裙又往下扯了扯 夹着嗓子 小哥哥 我能坐这儿吗 周也立马捏着鼻子 嫌弃道 什么位 这香水位怎么这么廉价 还用手扇了扇 话一出 孟倩脸都黑了 我扑刺一下 就笑出了声 我一般不会轻易嘲笑别人 除非没忍住 周也看向她 眸光很冷 一点也不留面 阿姨 你脸还挺大 抱歉哈 我这不做卖弄风骚的活体绿茶 孟倩 你TM是谁的女人 坐这儿来 张勇坐在对面 气得鼻孔冒烟 出了将近十万的餐饮费 啥好处没捞着 还眼睁睁看着我们秀恩爱 脸都仗成猪肝色了 她这人一向最爱面子 现在在全班人面前丢脸 比让她死还难受 撑死你 死渣男 我真是爽极了 开席了 黄东东举起酒杯 不要脸地踩着自己的好兄弟 尚未奉承 我们班就属宜然最出息了 漂亮又能干 现在还找到了周总 这么优秀的人 真是郎才女貌呀 当时她和张勇谈恋爱 我就说委屈她了 全班同学都在硬喝着 张勇看着她 气得眼睛都瞪圆了 闷着干了一杯又一杯酒 我笑了笑 哦 当时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我和张勇还在谈恋爱的时候 我记得你还给她出馊主意 说男人嘛 就得要找年轻漂亮的姑娘 那三十岁的女人摸起来皮肤都是糙的 你是不是这么说的 黄东东脸一下就垮了 班上的女生听了这话 立马开始愤慨 黄东东你这渣男呀 你也不看看你自己 三十一岁 油得要死 好意思说别人 哪里来的脸呀 出门照镜子了吗你 看看你那八层啤酒肚 猪肚子都没你那么大 男生也开始和他撇清关系 卧槽 你这败坏男人名声呀 黄东东 黄东东举着酒杯的手 还僵在那里 尬得要死 周也望着我 紧紧握着我的手 暖暖的 好像想借此 给我安全感 他抚了抚高鼻梁上的金丝款眼镜 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慢条丝里的告白 我真是生平第一次听到高冷的他 在外人面前 说这么多话 我喜欢宜然 已经十三年了 这世上没有比他更好的女人 温柔善良漂亮 更难能可贵的是 我们还有共同的价值观和事业心 知道他谈恋爱之后 我一度很伤心 但是也希望他能够获得幸福 所以这么多年 一直没有联系他 不想打扰他 遇上渣男不是他的错 他也是一个积极向上生活 渴望爱的女孩子罢了 在某种程度上 我还要感谢他的前任 不然我也不会和 宜然在一起 不过 这并不代表 我可以原谅他对宜然的伤害 另外 我也奉劝大家 远离渣男绿茶 你人生才会好起来 别让这些烂人 影响你们的思维 玷污了你们的前途 让他们破你 觉得你不够优秀 因为那是他们的问题 和你没关系 那是 那是 这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是个傻子 也听懂了 想和周也做生意 就别和那帮人靠得太近 挨着张勇 做的那小哥 立马心领神会 挪了一下凳子 远离了脏东西 生怕得罪了周也 饭进行到一半 周也凑近身来 在我耳边轻声耳语 宝宝 说好今天帮你报仇 什么 我有点猛 他笑得有些斯文败类 你看桌子底下 什么呀 我猛逼得很 又怕突然低头被别人发现 还故意掉了个叉子在地上 假装去捡 刚探身 眼睛贴向桌底 赫然发现 孟倩一只脚脱了高跟鞋 穿着黑丝袜的腿上扬着 再一点点 暧昧十足地 蹭着周也的西装裤 不过在挨着的一瞬间 周也眼疾手快 立马把旁边 同样穿西装裤的 假成的腿挪了过来 卧槽 这么刺激 孟倩还不知情 不知道桌下发生的一切 他表情淡然得很 一只手直着下巴 另一只手捏着筷子 储进碗里 万种风情地望着周也 我还假装在捡叉子 已经看到 假成十分猥琐地 伸出了咸猪手 摸上了他的大腿 他以为是周也 在回应他 越发地放肆 最后干脆直接把腿 搁在假成的手掌上 我笑死 我重新坐回到位置上 周也朝我偏头一笑 你小子 够话呀你 我望着对面的孟倩 他那面部表情 要多满足 就有多满足 就是不知道 如果他知道他聊的 是他这辈子 最恶心讨厌的 猥琐男假成 今天晚上 会不会回去 立马把他那腿给剁了 哈哈哈哈 范碧 大家起身 准备走了 周也站起身来 迈着大腿走出来 孟倩望着他 一脸疑惑 周也 你 周也明知顾问 挑了挑眉 怎么了 绿茶小姐 神剑绿茶小姐 哈哈 绿茶小姐一出 众人都敏嘴笑 周总 你是懂内涵人的 桌子上 就只有他和贾成 还没起身 贾成 朝他笑得油腻 满脸肥肉横堆 朝他甜甜喊 倩倩 假胖子 你提案给我闭嘴 孟倩脸瞬间煞白 他一下子反应过来 摸他腿的不是周也 而是贾成那个蠢货 脸瞬间就黑了 那面部表情就跟变色龙似的 实在是太好玩了 还不走吗 张勇问他 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 有些不明所以 嗯 要走 他唇都白了 找了半天 额头开始冒汗 声音很低道 我的鞋呢 突然一个女同学 大声尖叫道 这谁的红色 搁置高跟鞋 丢垃圾桶里了 还挺好看的 另一个女生 也跟着附和 卧槽 那不是孟倩的鞋吗 刚还拉着我的手 跟我炫耀来着 孟倩 你坐的位置 离垃圾桶那么远 鞋子怎么丢进去的 昨天晚上 偷偷进修 投篮三分球了 大家面面相去 看了看全场 还未起身的 贾成和孟倩 大家顿时心领神会 一个男同学笑哈哈 我去 不会吧 是我们想的那样吗 你们俩 玩得还挺花呀 张勇 你这媳妇可真体贴 知道冬天来了 怕你冷 还专门给你 织了绿帽子 不是这样的 你们误会了 孟倩骚的脸都红了 百口莫辩 聊拨了那么多男人 第一次阴沟里翻船 我记得我和张勇 还在交往的时候 那件女人 就经常在桌子上 和张勇眉来眼去的 私下还不知道 怎么样呢 张勇看着她 那表情就像 要吃了她 她立马泪眼花花 勇哥 我笑死了 我不光看戏 我还参加演出 像模像样 脚滴滴 学着她说话 勇哥 你看他们 哈哈哈哈 全场暴笑如雷 张勇后牙槽 都咬紧了 崔宜然 你够了 我挽着周也的手臂 我怎么了 关我什么事儿 你女朋友体贴 你怕你冷 给你只帽子 你还发火 你格局不大呀你 你不是一向夸她 怎么怎么体贴吗 张勇脸都丢尽了 直接走人 孟倩慌了 跳着个脚 去垃圾桶里 拾了那只高跟鞋 亮亮呛呛跑去追 落荒而逃 勇哥 等等我 孟倩牛呀 真机不择时 贾成都看得上 我天想起来了 赵家琪 我和孟倩谈恋爱的时候 你小子是不是 就是这么和她勾搭上的 张勇 你在这放你妈的屁 一个女同学出生了 你们这些孟倩的前男友们 在这争什么呀 猪圈里就出不来 其他的物种 丢人 我真的要笑死了 看着张勇丢大脸 比我中彩票还开心 简直太爽了 周也转过我的脸 拉着我 宝宝 还满意吗 我朝他竖了个大拇指 还得是你小子 他好看得眉眼搭拉着 委屈巴巴 为了帮你打脸 英勇现身了一把 你得补偿我 随后 他扯了扯裤脚 非常嫌弃 我得回去 立马把这裤子给烧了 它脏了 再也不干净了 孟倩在同学会上 公然勾搭贾成 给张勇戴绿帽子的光荣事迹 瞬间传遍整个高中圈子 沦为笑柄 笑死我了 没想到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他翻船 他去年抢我男朋友的时候 多嚣张呀 哟 你也不反省反省你自己 自己男人都守不住 还在这里叫嚣什么 承认我比你有魅力就这么难吗 你男朋友就是喜欢我 你能怎么样 垃圾一样的男人他 也能抢着这么欢 谢谢他愿意牺牲自己 帮我们女同胞们 免费鉴定渣男 改天送他一个绿茶奖牌 就是不知道 他最近还有没有脸出来见人 哈哈哈哈 我勾拉着头发 回 人脸皮大着呢 又缠上我男朋友了 对面小姐妹 一个垂死病中精作起 开口就是国粹 卧槽 那小绿茶现在还活着吗 坟头在哪里 你男朋友挺狠的 我感觉 话音刚落 小男友就过来了 手里捏着个手机 很不高兴 这死女人 又来电话了 拉黑一个换一个 姐姐 你看着 这次我不教她好好做人 我不姓周 手机放免提 弟弟 你总算接我电话了 我发短信 添加微信 你都不回我 你是不是讨厌我 焦滴滴的声音 还有伴随哭泣的声音 从听筒那边传来 知道我讨厌你 你还打电话来 有病 呜呜 我真的得了病了 弟弟 如果你添加我微信 可以看到 我朋友圈 我得了严重抑郁症 因为那天的事情 前天还割腕了 我早就想死了 周爷也没客气 那你现在还活着 是在交代遗言吗 弟弟 你怎么这么说 那边哭泣声更大了 你是不是听宜然姐 说了我什么坏话 我不是 我没有 我不是那种人 我其实是一个 很善良的姑娘 当初是永哥 主动找到我 说喜欢我 想要疼我 他说宜然姐 天天只知道工作 还不会做饭 去回去当母老虎吗 我看他可怜 我们俩才在一起的 听听 听听这悔三观的话 那谢谢你啊 要不是你收留了那渣男 我也追不到宜然 要不这样吧 等你走的那天 我给你出丧葬费 你也没有记挂 安心走吧 绿茶崩溃大哭 弟弟 周也耐心崩了 吼着 你可别乱攀亲戚 我妈要知道 生出个你这么 不要脸的玩意儿 连夜都要去剁了 还有 你再给我打电话 小心我告你骚扰 劳资好不容易 追来的媳妇 要被你这绿茶 给弄丢了 小心我灭了你 滚 砰的一声 挂断电话 嘴里还不停嘟囔着 张勇那傻逼 到底看上他哪了 说话声音都屡不直 听着我想骂人 我戳戳他的肩 劝他不要暴躁 我给你说 他这人虽然厌烦吧 但是有一点是真的 我真是个工作狂 可能没那么多时间 照顾这个家 周也不高兴了 我要你照顾 我都25岁的人了 工作狂怎么了 女人有事业多好 我就喜欢有事业心的女人 她搂着我的腰 凑过来 姐姐 亲亲 你小子 时时刻刻都在亲亲 如果这点小挫折 都能把梦倩给劝退 她就不是梦绿茶了 果不其然 周末 好闺蜜林林 约我去游泳 她男朋友说晚点过来 于是我只好 让周也开着车 带着我去接她 结果 到酒店一看 她男朋友李强 瞒着她 把梦倩给带来了 好家伙 不去接自己的女朋友 倒去接绿茶了 看着林林要发火 梦倩先哭为敬 林姐姐 你别怪强哥 要怪就怪我 强哥也是看我最近心情不好 想着说 带我出来玩 放松一下心情 不提前告诉你 也是怕你生气 他边哭边火上浇油 那天强哥对你说 加班也是 他其实是来我家就我的 要不是强哥 我早就 早就路上 痊愈了是吗 周也闷哼一声 听不下去 李强听这话不乐意了 皱着个八字眉 周也你怎么对女孩子说话呢 那你又是怎么对你女朋友的呢 他在那路上 等了你两个小时 周也作为旁观者 都看不下去了 谁让他等呀 他自己乐意等 还怪罪我头上了 梦倩家里距离这里远 我去接他怎么了 他不是也搭车过来了吗 一直在这里 急急歪歪个什么劲 林林听这话 一下子就火冒三丈 你还是我男朋友吗 你居然说这种话 我还不知道 你和梦倩勾搭上了 挺行呀 李强 勾搭 李强也火了 我怎么又勾搭了 我不对你说实话 不也是怕你瞎想吗 你看你现在 就跟个更年妻妇女似的 一说就诈 他瞎的 我越听越气 这么说我闺蜜 我能忍 我朝他后脑勺 上去就是一巴掌 你TM说谁更年妻 李强被打猛逼了 摸着后脑勺 你还动手了 崔宜然 你再打我试试 打你就打你 打你还挑日子吗 周爷也上去就是一巴掌 和我那一巴掌 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 你再对他吼试试 劳资还没舍得吼我女人 他晃了晃手肘 马的 也是醉了 最近这手怎么老是用来扇扎男了 会气 周爷个头高 李强瞬间就耸了 咬着牙 恶狠狠道 沈林 你个泼妇 还找人来闹事 行 我们分手 惹不起我躲得起 这话一说 我们都气笑了 分手就分手 谁稀罕 带着你的绿茶滚吧 有毛病 李强牵着哭啼啼的梦欠走了 我安慰林林 没事 他那渣男算什么东西 分手就分手 下一个更乖 走 我们去游泳 林林抹了一把鼻涕 拿出手机 我还以为他要给那渣男打电话 结果却看见他动作熟练地打开了某音 刷了下珍藏的帅哥笑草视频 宜然 你觉得这个弟弟可以带回家吗 磨磨蹭蹭 我在换衣间换好了泳装 那泳装是周爷帮我买的 保守款 他说 穿这个好看 我信了他的鬼 我正准备去酒店游泳池门口等他 结果刚走到男生换衣间附近 竟然看到了孟倩 他怎么又回来了 孟倩穿着尺度很大的性感红色泳装 姿态狐媚 出来的男人都不自觉往他身上一撇 他似乎在等人 不过并不妨碍他在这里卖弄风骚 这时 周爷换好了泳装 出来了 他就跟守株带兔的猎人似的 笑眯眯地直往上扑 周爷手难得第一 没理他 甚至眼睛都没看他 直接往前走 他跑着去拦他的路 魅人的眉眼勾着 好像前一个小时 和我们吵架的人不是他一样 直接表白 弟弟你长得好帅 想和你交往 又是这样的套路 我正想冲过去 扇他一大嘴巴子 就听见少年凉凉地对他 哪里来的廉价脏东西 滚开 他很委屈 你别这样对我 周爷 我是为了你 我才拒绝李强的 我喜欢的始终是你 我都和他说清楚了 周爷笑了 你真别侮辱喜欢那两个字了 从你嘴里说出来 都显廉价了 周爷灵魂质问 我有女朋友了 你不知道 有女朋友怎么了 梦倩一脸正气 还特骄傲 那些有女朋友的男人 都喜欢我 周爷彻底无语了 这女人还有三观吗 他声音很冷地问 你确定是喜欢 想知道 他们为什么喜欢你吗 因为你够不要脸 够廉价 和男人相处轻浮随意 没有三观 庸俗的男人才喜欢你这种 你以为你真那么有魅力 你是天仙呀 愚蠢 孟倩被人当着面这么说 脸一下就烧红了 他就没碰上过这样的硬茶 之前遇见的男人 追一次追不下来 再追几次总能成功的 眼前这个怎么就这么油盐不尽呢 他不服气 硬扛着 就算是这样 又怎么样 他们男朋友 还不是被我抢走了 周爷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就像在看垃圾 你很有成就感 你那属于道德败坏 我才不管是不是道德败坏 其他男人能被我抢走 你也可以 我说的是 没有三观 庸俗的男人 你看我像是庸俗的男人吗 周爷眼神越来越不耐烦 难得和他避避 你再找我试试 我手里还有你那天勾引甲城的清晰视频 不想射死就滚出我和怡然的视线 不然我要你好看 最后恶毒对他 哪里来的垃圾女人 甩都甩不掉 你 孟茜脸一阵红一阵白 他在情场得意惯了 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委屈 你会后悔的 你不选择我 你会后悔的 周爷 他愤怒地跑开了 周爷无语 你体验戈这眼回家的诱惑呢 毛病 他抬眼就看到了我 一直紧皱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 笑了笑 朝我走近 在这儿多久了 观摩了你全场 哟 周爷把我搂进怀里 开玩笑道 怎么 偷听 偷听怎么还哭了 他疼惜地帮我擦眼角的泪 我呜呜咽咽 哭得很没有形象 我只是在想 我是不是可以嫁人了 你那天向我求婚 我不是没答应吗 我向他解释 我不是不喜欢你 我只是 我知道 他温柔地说 只是你没有安全感 之前那个男人 伤你太深了 我明白 但是 我觉得我现在可以嫁了 虽然之前知道 你是恋爱脑 就该嫁了 但是今天听到你骂梦倩 我觉得你更帅了 想嫁 他捏了捏我的脸蛋 莫名想笑 早知道这样 我还躲他干嘛 早点约出来 骂他一顿 我早就把你拐回家了 我 我倒不是这意思 最近这段时间 我和周也在准备婚礼 涉死很久的前男友张勇让秘书 给我打了通电话 通知我说管理层一致决定 要在过年前把我踢出公司 所谓的管理层 其实就是张勇 我还有梦倩 当年张勇自称在大公司上班 不仅没钱 还被领导排挤 甩手不干了 我看他职场发展不顺 于是出主意 和他合开了一家文具网店 后来公司生意越来越好 张勇劝我说 公司大了 宣传还是要做做 梦倩是学新闻学的 都是师妹 实力也很强 可以引进来试试 我当时也没多想 就招他进来了 随着公司的壮大 说实在的 他也创造了些价值 因此也给他分了股份 谁知道 工作着工作着 他俩搞到一起去了 直到他们劈腿那天 我们当场就做了公司财产分割 创立公司支出 我出了20%的钱 剩下的都是我拉的创投投资 张勇那渣男 创始资金一分钱没出 居然还说 把这钱退给我就行 我TM 这算盘打得我在四川都听到了 见过不要脸了 但是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最后还是我威胁 要不直接走法律程序 他才作罢 最终一致协商 我退出 每年按比例分红 主要也是因为 我有了其他要忙的事业 也没多余的心思放在这家公司上面 现在要把我踢出去 做梦 我把事情一五一时和老公说了 他笑了笑 安抚我说 不要怕 他来处理 开着那辆拉风的幻影 带着我杀去了公司 公司会议室 我看着前一段时间 还在互相 对司的两人现在平静地坐在一起 忍不住嘲讽 哟 张勇 这么久不见 你格局变大了 为了把我踢出去 都能心平气和 和绿你的前女友坐在一起了 张勇黑着一张脸 你少说这些 对 孟倩在旁边帮腔 这回要让你好看 崔依然 马得 这女人是不是韩国复仇剧看多了 动不动就要你好看 张勇摸了一把头上的那几根毛 眼睛看到周也 脸一垮 这小子来干嘛 我们这公司 有这位员工 不知道是谁说的 公司是公司 不准随意带家属进来 崔依然 你别自己打自己的脸 说着他就起身了 走到门外 叫保安 保安 保安 人都死哪儿去了 把这不相干的人 给我丢出去 保安抖抖索索进来了两个 进来就直接把张勇给架起来了 张勇一连猛 挣扎着吼 你们疯了 是丢他 不是我 这个月工资不想要了 蠢货 周也淡定自若地坐在椅子上 修长的止骨敲打着桌面 我看你才是疯了 张总 这回可能要让你失望了 我虽然是宜然的家属 但是更是这家公司的大股东 神 什么 整个办公室的人都震惊了 我也完全不知情 他怎么成我们公司股东了 周也解释 你不知道吗 这家公司51%的资金 来自然然投资机构 那是我的公司 当初我从我姐那里知道 依然想创业 但是缺点钱 我又不想让他知道 是我出的钱 所以这才开了这家公司 以创投的形式 给公司注资 我看着他 觉得他怎么这么帅 我说嘛 当时我一穷二白 就一个985的文凭 咋突然间就有一家公司 投那么多钱 原来是他出的钱 周也看着对面的两个人 你们俩可以滚了 你们被我开除了 张勇不懈地笑了笑 甩开保安的束缚 站起来 指着他 笑话 就算是这样 又怎么样 哪条法律规定 大股东敢随便开管理层 我又没触犯公司条款 你没权利这么做 周也一声冷笑 气场压迫感十足 直接拿出一打资料 甩在桌子上 还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 世界杯期间 你挪用公款四百万 赌球赌输了 至于这滤茶 上个月 上上个月都没来公司上班 还伪造三甲医院病例 按照公司条款 我有权利把你们俩开了 哦 对了 周也单手插兜 灵力地道 过来的路上 我还顺便报了案 警察很快就要来了 警 警察 刚才还在嘴硬的人 瞬间就尾了 膝盖根不值钱似的 立马就跪上了 周 周总 你放过我这次吧 我一定下不为例 别立案 我进去全完了 周也没理他 他又跪在地上 拉扯着我的衣角 求我 宜然 宜然 你帮帮我 真的 你帮帮我 你原谅我这一次吧 数额这么巨大 我也没办法 你协助调查吧 崔宜然 孟倩看自己合伙人倒台了 也慌了 哭着说 跟我没关系 周总 宜然姐 真的跟我没关系 警察叔叔来了 把张勇带走了 三个月后 张勇进了看守所 等待法庭宣判 而孟倩 被开除后 在这座城市 名声也烂了 去了其他的城市 听说他狗改不了吃时 又抢了别人的男朋友 被人家的正牌女友 抓了个正着 两人殴打中 不小心毁了容 而我和周也 在一个月前 结了婚 即将在新年 迎来自己的第一个宝宝 明天仍然很美好 我想说 无论你二十岁 三十岁 还是四十岁 只要你心向朝阳 就能迎来属于自己的幸福 第一个宝宝 没有 我 也不是 这个宝宝